上次的會議 我這麼說好了 上一次會議其實是為慈濟量身訂做 開了一個大門 因為本來慈濟這個變更 它叫做個案變更 它本來提出個案變更 依據都市計畫法27條 那我們的都市計畫其實變更有兩種狀況 第一種狀況是通盤檢討 都市計畫擬定之後 每三到五年要通盤檢討一次 那這個通盤檢討的時候 如果有需要做變更的時候 可以做變更 第二種狀況是來不及做通盤檢討 但是這個個案它有急迫性 它有重大性 所以必須要在還沒有做通盤檢討之前 要做個案變更 這個是都市計畫法第27條的規範 那慈濟這個案子其實它一點也不重大 它一點也沒有急迫 因為它到現在已經十幾年了 如果有急迫 它早就應該通過了 好所以其實它不應該做個案變更 而且它個案變更的法令依據 是為了經濟發展的需要 可是慈濟它做的是社會福利 它不是為了經濟發展 那四月的這個都市計畫委員會 台北市都委會的決議 這個很重要 它把它納入通盤檢討 這一件事情我是肯定 納入通盤檢討我是肯定的 但是它納入通盤檢討之後 又為慈濟開了一個通盤檢討的門 也就是在通盤檢討的過程當中 可以視實際的情況的需要 如果需要的話 可以這個個案先行審議 那這樣的一個決議 這樣的一個決議 其實是破壞了整個都市計畫的體制 因為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就是通盤檢討 就是現在是整個內湖區的通盤檢討 意思就是慈濟這個變更案 是要跟隨著整個內湖區的通盤檢討 整個完整的案子一起走完整個行政程序 可是它為它開門就是 在做通盤檢討過程當中 實際這個個案可以先行審查 先行審查的意思 其實就是先行通過 可以不跟隨著通盤檢討跑 所以我認為這個決議 是破壞了都市計畫的體制 而且創造了一個都市計畫的異形 就是本來通盤檢討就是通盤檢討 個案變更就是個案變更 現在把通盤檢討跟個案變更合在一起 它是一個混血 它是一個異形 它就是為慈濟量身定做的一個開門機制 居民是不是也擔心說 這樣的第一個先例一旦開啟了之後 以後不只是內湖這邊的第一 有可能有些地方就一群的這樣的 不管是那個團體是慈濟或是哪一個團體 沒錯 其實剛剛慈濟他們也自己講 就是說如果過去慈濟86年的時候沒有買這塊D的話 那如果建商來買呢 好 那我必須要這個說明的就是 如果建商來買 它申請變更絕對不會通過 現在問題就是慈濟擁有權利 擁有很多的人很多的信眾 這些人就是擁有投票權 保護區對台北市的重要性就是 它會保護我們 讓我們減緩我們 面對天災的時候可能造成的危險 未必會完全避免 但是只要多一份保護區 那它就會保護我們 所以我對保護區的定義 我認為很簡單就是 它會保護我們 所以我們要先保護它 那都市計畫裡頭 為什麼要畫保護區 都市計畫是要用來畫 這個叫土地使用分區 一個都市計畫裡頭 一定會畫各種土地使用分區 透過土地使用分區 是要來規範人的行為 在上面的行為 比如說土地使用分區 會有住宅區 你的行為就是要居住 在上面蓋房子居住 這是土地使用規範 這個商業區 就是蓋房子做商業使用 學校用地 在上面就是學校 保護區 就是要你在上面做什麼 保護的行為 這很明顯 所以剛剛慈濟的朋友 我覺得他們講的 其實是很不對的 就是他們說 憲法保障人民的居住權 好 這一塊地不是住宅區啊 哪裡會有居住權呢 沒有啊 這一塊地要強調的叫做環境權啊 你買了保護區 你的職責就是要保護它 你的職責 可是它沒有盡自己的職責 它反而要把它變更為 不是保護區 而且可以做大面積的 大規模的開發跟利用 他們要的是這個 什麼 大家擔心的 這個個案 不是只有個案的問題啊 它後續還會有連帶的影響跟效應 我簡單的舉一個例子啦 假設現在有很多的建設公司 他們看到慈濟送這個開發案 然後他們就開始買保護區 而且他們很清楚 透過很專業的評估 他們很確定 這些保護區的環境敏感因素 都比慈濟這個基地還低 而且低很多 假設慈濟這個個案通過了 那他們送案 台北市都市發案局如何面對 他會告訴都市發案局 我的環境敏感因素 比這個基地低很多 憑什麼不能通過 這個就會造成 台北市整個保護區的崩解啦 它就會有連環的效應了 好 那當然慈濟會一直規避這些事啦 其實慈濟他們能夠講的 也就是他們做的是善事啦 好 可是我覺得剛剛民眾 這個講得很好啊 沒有人反對慈濟做善事 今天的問題是 慈濟現在要做的這一件善事 選了不對的地方 而且還要把它變更 變更為非保護區 讓它完全 現在還有保護的功能喔 現在還有喔 它未來變更之後 讓它完全喪失了保護的功能 而且有大量體的建築物 反而造成未來更大的危機 做善事